《風險中心》 大家對於能源的想像 往往都是好像離自己非常遙遠 獲得這是政府政策的事情跟我沒有關係 可是風險中心這次出版這一切的書 就叫做日常生活的能源革命 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能源是跟我們非常的有關係的 那我們今天第一集 很高興邀請到我們這本書的作者之一 也是我們的風險超人 嗨超人你好 大家好我是風險超人 對我們其實都有一點點小小的緊張 畢竟是開播第一集的錄音 抱歉主持人剛剛也太緊張 第一棒我還忘了介紹我自己 其實我叫皮卡皮卡 非常的入實室有沒有 但其實我怕我們擔心我們節目播了以後 其實那電影已經下線了 沒關係皮卡皮卡一直都會是流行的 沒錯 但沒有關係 我們來跟大家討論到今天的這個主題 就是我記得超人這個例子提的 好像是新北市政府的例子 新北市政府他們的能源轉型 做的是在台灣非常的前面嗎 嗯 如果要談地方能源治理 大家其實都應該都會想到新北市政府 哦那你訪談的角色當中 其實因為我看到你文章當中提到了很多 有關於靈魂啊或是熱血 好像你訪談的受訪者當中就有具備這樣的特色 所以以至於讓你這麼印象深刻 在文章當中一直強調這一點 嗯 對 如果要說我為什麼會找這樣的例子 那在我過去的經驗 當我接觸到地方政府的第一線承辦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看到承辦都是 處在一種快要死掉很累的狀態 就臉很臭的狀態對不對 那也不是說他們不想要工作 這是因為他們工作可能太多 嗯 壓力很大 對 可是在一次的能源會議上面 我看到莊秀雲鼓掌 他在介紹新北市政府的能源轉型 他們做的事情的時候 他是非常驕傲的可以提出他們的政策 然後他也甚至說出了 就是他要怎麼樣設計一個有 具有靈魂的政策設計 那除了秀雲就是莊鼓掌以外 好像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是新北市政府的副市長是嗎 對 當時的副市長 葉副市長呢 他因為就是看到 過去地方政府在做能源政策的時候 其實都是處於一種比較被動的狀態 比較不會主動去設計一個政策 是符合當地的居民這樣子的 他們並不是處於這種角色 那葉副市長其實提到新北市是一個很 很特殊的地方 因為他其實有核電廠 嗯 對 他面臨很多不同能源的 來源跟能源的選項 對 所以他希望有一個科室可以 處理這樣比較主動的能源政策 那他就設立了綠色產業科 所以綠產科 新北市政府成立綠產科 這個方向可能是整個全台灣 很少數有這樣的市政府 有成立的是嗎 可能只有兩三個地方政府有這個科室 哇 要不是今天超人跟我們講 我們可能都還不知道這個這件事 那除了他們以外 以及他們 葉副市長帶頭成立的這個綠產科 我相信不只他們 他們其實也提到很多 新北市政府內部需要整合的事情是嗎 那像皮卡皮卡剛剛說的 能源他其實是非常日常生活中的一件事情 那當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要落到 地方政府的政策設計的時候 他其實牽涉到了不同的局處 那葉副市長當時就也看清楚這一點 那他就在新北市成立了智慧解電城市推動委員會 這個委員會裡面他就有納入各局處 然後甚至還有外部的專家跟NGO團體 那綠產科在裡面的角色算是一個總酬 但是這個平台的層級是由副市長來帶領的 那除了他們平台以外 要怎麼樣落實到地方 綠產科他們的角色 他並不是單向的設計一個政策去讓各局處去做 他其實是有一個回饋的機制 就是各局處他有自己的政策設計 那他回饋到平台裡面之後 跟綠產科的政策形成了一個互動 那就會產生更多不同的能源政策 因為剛剛所提到說 要讓他落實其實是政策的設計很重要 政策設計其實也是這個章節提到的一個重點 我記得我在看文章的時候 對一個詞非常的印象深刻 剛好藉此機會來問一下超人 請幫我解答一下 就是文章當中有提到的所謂的無悔政策 這是什麼啊 因為我們現在知道氣候變遷 他其實是具高風險 可是他其實也是未知的 那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們還是有很多譬如說 很多減排的措施要去做 因為這件事情 就算你做了 我們可能好幾年之後 氣候變遷也不會導致地球暖化 可是你還是做了 那做了之後也不會後悔 那他這件事情對地球還是好的 對我們後代也是好的 這樣的政策就是叫做無悔政策 哦 簡單來講 只要這個政策對於地球 或是這個永續是非常有幫助的 不管他到底有沒有因果馬上的 直接的科學證據 我們就是要去做就對了 嗯 做了也不會後悔 啊 做了也不會後悔 做了 欸 後 不後悔 這個後字要幫我們打上 不後悔 就是誤悔政策 能源政策要怎麼樣跟日常生活的居民 讓他可以感受到 我相信這個政策設計是非常重要的 可不可以請我們超人幫我們舉一個例子 文章當中 你採訪到的哪些政策設計 是讓你蠻印象深刻的 嗯 好難喔 因為其實好多政策都讓我印象蠻深刻的 那 呃 一個比較大的 就是新北市他做了一場能源對話 那他是直接由業副市長 還有綠產科的同仁 去直接跟市民去對話說 呃 可能大家一起想像 新北市未來的能源應該要長什麼樣子 那在藉這樣的機會 他可以把一些想法 納入到他們的政策設計裡面來 另外就是他還有一些 因為像秀雲他其實提到很多是說 他不希望他的政策是 像過去一樣是政令宣導 像他們第一件事情 進到李明那邊第一件事情 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教會李明 教會民眾如何讀懂電費單 欸 我覺得這超重要的 因為電費單 每次我一拿到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就是繳錢 我就不會細部去看 我相信 大多數的聽眾朋友 可能都跟我一樣 對 那就是藉由民眾 他看懂電費單之後 他可能會產生 對於能源一些想像或是想法 那秀雲他也提到 他是在這樣的過程之中 他不斷的得到居民的回饋 那才回到他自己的政策設計裡面 所以這樣的狀況之下 新北市他其實有設立一些臉書 因為現在社群媒體嘛 社群媒體嘛 叫社群社群社群 喔 要講清楚 不要想要社群媒體 我們是社群媒體 對 Social Media 對對對 這樣的東西 其實跟民眾更能結合 那他希望他的政策設計是 是民眾會覺得是好玩的 是可以直接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然後節電可以是很好玩 這是他一直重複的 想要強調的 他政策設計的一個重點 了解 我相信超人 他從這個自己的角度 然後去訪問一個地方政府 在執行人員政策的一些策略啊 一些方式 我相信還有很多蠻有趣的事情 那我想知道 超人你身為一個訪問者 那你有沒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可能跟翻轉你過去的印象的呢 那因為我的主題就是在地方能源治理 那他其實跟城市的發展 也是息息相關的 那城市裡面的行動者 當然不只有治理者 他還有地方企業 NGO 或者是民眾 那這些其實他都是一個 翻轉城市的一個關鍵 那也是能源轉型的一個關鍵 那能源轉型 這個事情是可以慢慢的 推動社會轉型跟城市創新的 那我相信這樣的內容呢 一定大家可能聽的還覺得不夠 那我們的這本書呢 由台大風險中心跟春山出版社 來共同出版的這本 日常生活的能源革命 即將在6月正式出版 那在各大書店 各大銅路都可以採購 都可以選購 那希望大家可以支持這本 能源轉型的專書 也讓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帶出許許多多的能源革命